有人可以说是捡到宝了 这是一个钓客 原本呢 他是有钓到这一条无锅鱼 以为他是一个普通的无锅鱼 所以就用一包烟 卖给了水族店的老板 没想到经过专家鉴定 发现他是非常罕见的精英突变鱼 现在已经有人开价7万元 想要购买 这条台湾钓有30公分长 鼓起大大的腮帮子 两条胸臍奋力的游动 仔细看鳞片还是偏红色 最特别的是 他的尾巴乍看之下 整条鱼就像一个爱心 店家还给他取了个外号 叫台湾钓一颗心 因为他的尾巴真的太特殊 所以老板还到处上网发文询问 想知道这条鱼的身份 我看应该是单纯的基因的图片 他没有经过人工修饰 没有剪尾过 就是在自然界就形成 长得像新型的这种蜘蛛鱼 在自然界小的时候 应该会死掉 它能够长那么大 已经很不简单了 不只这一只爱心雕 花莲养殖所里 也送来了一只碧雕鱼 爱心鱼跟碧雕鱼都因为基因图片 鱼生长得特别怪异 让他们的身价也跟着水涨船高 原本用一包烟换来的爱心鱼 已经有行家出价到七万元 老板说真的是赚到了 中间新闻 廖威林翁渔会华联采访报道 中间新闻